最近中国女排正在集训备战亚运会的比赛,随着这次大赛即将到来,对于很多球迷来说,都非常期待朱婷和张长宁可以回归中国女排,助力登上亚洲最高领奖台。 一旦这两个主力回归,朱元璋三大核心亮剑,中国女排的实力在整个亚洲肯定是独一档的。 就在七夕这天,很久没有冒泡的张长宁传来最新消息,揭开了他们三人合体的悬念。 从张长宁的涉美主页来看,他在七夕发布和老公吴冠希的合照,写下十个字七夕快乐,启程乌鲁木齐,压绍官宣后续的行程安排。 这十个字发出来后,估计很多女排球迷听到后都会心凉半截,这意味着接下来张长宁将会跟随老公吴冠希,到新疆南兰集训报道, 后续不排除会继续陪伴老公在新疆生活和工作。 从这样的安排来看,明显可以感觉到张长宁已经把更多时间和重心放在生活和家庭上,如此一来,后续回归中国女排恐怕会遥遥无期。 而且在这段时间,我们并没有看到张长宁参加康复训练的一系列计划。 综合各类情况来看,接下来的亚运会,张长宁不会回归中国女排,将来到底什么时候回归中国女排还是个未知数。 如此一来,对于中国女排来说,在张长宁回归不了,而朱婷不确定什么时候回归的情况下, 接下来还得以此前是联赛的主力阵容出战亚运会,甚至是奥运资格赛的比赛。 对于蔡兵为首的教练组来说,做好心理准备才可以。 当然从目前来看,张长宁选择这样的生活,其实也非常正常。 这两年,张长宁之所以更加注意家庭,很有可能和此前家里发生的一次重大变故有很大关系。 就是他父亲的突然去世。 此前张长宁的父亲去世,一度让很多球迷感到惋惜和遗憾,或许他也从至亲的离开中悟导, 赚在多钱或者在职业生涯打出再好的成绩,似乎都没有陪伴家人重要。 既然如今已经声明在外,倒不如花费更多的时间好好陪伴家人。 而且此前吴冠希透露他和张长宁准备备孕生子,如此看来,张长宁接下来回归中国女排的可能性就更小了。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,尽管张长宁和朱婷这些核心主力缺席,但是从最近U21世锦赛的表现来看, 像庄宇山、王亦凡这些年轻主攻手的表现都非常不错,对于蔡斌来说无疑是重大的惊喜。 尤其是庄宇山作为中国女排青年队的队长,最近接连蝉联得分王帮助中国女排拿到四强的席位,被外界称为小张长宁。 后续即便张长宁选择退役,相信蔡斌也可以在年轻一代中找到接班人。